尊敬的各位支持大牌师们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 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欢迎丽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举办的2015年马来西亚荣博州 悬地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如今洪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弘扬人间大成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二十年来 如台长无私望我 舍己无畏 以佛法智慧土地苍生 使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白化佛法阐释身貌佛理 妙法视线指导现代人生 心灵法门使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礼苦得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如台长清过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 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为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作为佛法的极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台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 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 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 哈佛大学奖堂 弘扬国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颁发 因联邦民族社区 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处顺名的 西安娜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君洪台长 还被马来西亚皇室 赐封为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举办的 世界和平会上 多次获得 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今年五月 卢君洪台长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 2015年联合国慰赛节庆典 并在美国欢容博物馆 获得颁发文化和平 结出贡献奖 结出贡献奖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姓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增进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尽盛的鲜花 感恩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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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天护法 各位法师各位嘉宾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和义工们 大家好 美丽的卢佛周 使当地的人民的心也像周明一样 温柔学佛 用人间善良的柔情 用佛法去改变人的心灵 所以 我们能够共同生活的我们的族群 慈悲善良的心是我们能够共同生活的一个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心灵的正确思维 会让我们解脱病痛的烦恼和感情上的矛盾 有一个地震灾区 一对年轻夫妻 一个仅有的三岁的女儿被压在了睡瓦当中 结束了生命 当时夫妻两人痛不欲生 天天想自杀 后来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帮助他们 跟他们讲人生的道理 让他们念经 他们想通了 知道了这也是一种缘分 他们超度自己的孩子念经 梦中的女儿居然出现 并显示出安慰父母亲的样子 让父母亲心中得到莫大的宽慰 两个月之后妻子怀孕 一年之后生出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从此家中又有了欢乐 所以人要看到明天 不能总想到今天 因为今天是事实存在的 而能够感受到明天的人 他才活在希望当中 他才不会在绝望当中生存了 我们人如果能够接受和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圆满 我们才会拥有心灵的圆满和富有 因为我们人天天在追求的圆满 而这个世界是不能圆满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不断的抱怨和牢骚当中 他们错过了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机会 所以随缘积德 一个人随着缘分不埋怨才能抓住机缘 佛经当中说 如来之障 不便随缘 意思就是说 机缘和缘分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可强求 所以静待时机 顺其自然 随顺因缘 不攀缘 才能随缘 希望大家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追求 随缘来的 一定能够长久 你去求来的 真来的 可能不会伴随你很永久 希望大家要懂得 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圆满的 有一位很懒很笨的一个男人 他觉得活了大半辈子了 太失败 他穷困掉倒 他觉得命运对他太不公平 整天的抱怨 牢骚 有一天 他去拜访一位智者 把他的这些年 所受的冷落 嘲笑 伤害 和误解 向智者 哭诉 这位智者说 我觉得真正对你不公平的 就是你自己 这个人说 为什么 因为智者说 别人冷落你一次 你会自己冷落十几次 想一想 别人看不起你一次 你回到家里会看不起自己 无数次 到底是谁在说你笨 说你懒啊 你整天的抱怨难过 你说你自己很失败很穷 第一 谁在整天的让你自己难过 是你自己 第二 谁让你很穷很笨呢 因为你努力去改变他没有啊 你是不是做了这些努力呢 如果你今天不嘲笑你自己 你不冷落你自己 你不误解自己 不伤害自己 别人对你是没有办法伤害的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自信是最重要的 看得起自己 知道自己有能力 我能够成功 这就是信念 很多人 很多人一生就是在自己伤害自己中度过了 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看不起自己当中失落 很多人就是在自己遗失了自己的真正的感情之后 他找不到自己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多多的学会忏悔 想解脱的人就要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的人先要学会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帮助了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先要想通想明白 想得通的人 他就是一个智者有智慧的人 很多人一辈子想不通 就会有一生的病痛 要想通要发愤 要好好地觉得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的 这个世界是众生的 我为众生众生才会为你 所以明白怎么样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学佛中的开悟之人 有人问台长 台长 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人缘 我没有这个人缘 为什么有些人一有事情 大家都在帮他想办法帮他做 人缘在哪里啊 怎么求啊 台长告诉你们 广结善缘 对别人好一点 别人就会对你好一点 这就是人缘 人缘怎么来的 就是你广结善缘交朋友 对人家以心相待 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对别人尊敬 就是庄严自己 学会拥有一颗无私的善心 你会拥有真诚的慈悲心 在人间被人欺负 误解会产生恨 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众生的愚痴 别人的不明白伤害你之后 而给你带来自己的烦恼 更不要因为别人的无知痛苦了自己 用无所谓的随缘心 可以化解任何一个烦恼炸 烦恼是你对人间事物错误的理解所造成的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有时候被别人误解了 你心里只要明白我是怎么做人的就可以了 有时候你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你的伤害而更去伤害自己 有多少人不就是活在被别人伤害之中吗 因为他觉得别人伤害了自己 自己很难过很痛苦 台长告诉你们痛苦的是他而不是我们 学博人远离痛苦想开想明白一切都是缘分 我说过人的一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你出生这一天陪伴到你结束的那一天 就像一列人生的火车一样上上下下 在陪伴你的旅途当中抓住因缘 好好地行善行因缘 用我们真诚的心换来众生的慈悲心 这你才会拥有菩萨的心肠啊 来自马来西亚太平市的林同修 他在没有吃药和没有开刀的情况下 一个肿瘤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这些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他怎么办到呢 他自己说到心灵法门是治愈我疾病的良药 我有一个19厘米到1.3厘米的颈部的瘤 我可以把这个他的医学报告给大家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是马来西亚的医学报告 最后前面说他有一个1.19厘米的和1.3厘米的肿瘤 最后医学报告上就念了三拨的小房子 大概六十多张吧 一点都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一个真心学博的人不能每天有烦恼 有烦恼就是有漏 有漏你的意识就会犯罪犯错 所以很多人只要脑子里一想不好的事情 他经常是做好事 偶然的他动了一个不好的脑筋 他的脸就会红了 说明这个是好人 只不过意识当中在犯了一点点厌 他马上就觉得难为情 所以我们人不能有贪爱 不能有一点点的不好 因为当你今天有一点点没有关系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大黑点 每一天做好事 你就是好人做好事 因为积累成一个善缘 每一天动一点坏脑筋 你就会变成一个恶人 所以每一天看住自己的心 不能起无名心 就犹如我们的身体和业障一样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很多人问我 台长我最近有没有运气 我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都能知道有没有运气 当你浑身都是病的时候 你这个人肯定是没有运气 记住运气好的人身体一定好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的运气一定是走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包养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来掌握好自己的命运 想一想现在生病的人 有几个能够身体好 有运气好的呢 台长需要你们懂得 我们不要给自己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很多人说 台长怎么会造成伤害呢 我问你们抽烟喝酒 拼命的吃吃饱了还要撑个吃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里罗佛州有没有自助餐啊 有吗 你们想一想 当你们进入自助餐的时候 你们嘴巴肯停下来吗 吃到这里了 一看还有这么漂亮的蛋糕和甜点水果 再吃一点吧 吃到这里了一出门吐出来了 人就是这么的贪 你平时在饭店里吃一碗菜也要十几块钱 你到自助餐也就二三十块钱 拼命的吃啊吃啊吃的肠胃都坏掉了 所以人就是这么在不注意身体 就是人经常不知道夜报 今天我欺负别人 骂骂他做一点不好的事情 明天我又这么做 最后他的烦恼来了 他的业障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觉得人会受暴 有一个小和尚 他问一位得到的高僧 他说师父啊你悟道修行啊 修身养性这么好 你告诉我有什么诀窍吗 高僧说我的诀窍啊 在于我感觉饿的时候我就吃饭 感觉疲倦的时候我就睡觉 小和尚说师父啊 在于我们普通的人有什么不同啊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吗 想睡了就睡了想吃饭饿了就吃了 这个高僧跟他讲 哎不一样啊 别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想着别的事情 不专心啊 不专心啊脑子里乱啊 所以他饭也吃不好啊 睡觉的时候他担心啊 他在做梦啊睡不好啊 而我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就是睡觉 所以睡得稳吃得香 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高僧又说 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做到一心一意啊 我们很多人想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要一心一意非常的难啊 就是自己想对太太一心一意的好 都很难啊 开车出去看见一个广告是美女 又不能一心一意了 人就是天天在变化当中啊 所以因为我们的心在厉害冲突当中的穿梭 今天想要好的 母靶用一颗平常的心来对待人间的宠辱啊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被人家捧的 很多人一捧就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很多人被人家一捧 连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被人家骂的时候又忘记了你信什么 因为忘记了你自己是一个 gentleman 是一个绅士 站起来就要跟别人吵架 这就是人在境界的时候不能控制好自己啊 所以台长要你们懂得人间的千般妄想 就是说我得不到的事情 我不要去想 你拼命的去想就叫妄想 种种思量 不应该你想的你也会想啊 所以这就是生命当中最大的障碍 我曾经说过 在我们澳洲 很多人到了澳洲有一个房子 因为他们是香港移民过来的 大家知道香港的房子很小 两房一厅三房一厅已经贵的不得了 但是一到澳洲 我们的卖房的人跟他说 我给你一个 这个apartment unit 非常的大 比你原来住的房子大两三倍 但是价钱呢还要比你在香港的房子便宜 他一到澳洲一看 哇 这么大呀 这么漂亮 马上就买了 结果呢 来澳洲住了半年之后 到人家家里去开一个party 没想到别人的房子是一个豪宅啊 就是这种豪宅啊 居然价格跟他的这个公寓啊 是一模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澳大利亚什么都不缺 就是土地多 我跟你们说的真的 澳大利亚如果没有开发的土地 你们知道多少钱一平方吗 多少钱啊 七块钱澳币一个平方啊 一平方七块钱澳币 只有马币大概十二块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些事情你不看 你还没有不开心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还有比他更好的 一想我上当了 我难过了 从此这个移民天天在家里 就开始不开心了 天天发脾气 天天要想换房子 其实人能够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海党告诉大家 要用心去融入这个社会 你觉得这个世界 别人应该得到的 我不应该 不一定能够得到他 那是正常的 别人生气 我不生气也是正常的 人要用生命去感悟这个世界 别人的疼痛就是我的疼痛 由此可见 一个人无杂念的心 才是平常心 我们要修到这种境界 才会修成菩提心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在人间 为了一些明和力 他把生命都可以抛弃 这真是要钱 不要命 有一位疯狂的考古学家 他听说 有一座山上 突然之间发现 古代文化的遗址 听说到处都是 他不顾所有人的劝告 带着激动的心情 冒着风雪闯进了大山 可是他很快的 就在山中迷路了 瞒天的大雪 让他寸步难行 他哆嗦的躲进了一个山洞 想等待的风雪 赶快的过去 风雪一直不停 不久 他就被冻的冻僵了浑身 沿沿一息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感觉 哎 身体有一些温暖了 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还在沿洞里 不同的是 他眼睛前面 有跳动的火焰 他奇怪的睁大了眼睛 看见一个人 正在往火堆里 扔着一块块 奇形怪状的木头 考古学家一看这些木头 突然做起来 抢了那个人手中的木头 大喊 你疯了 这是古董啊 它的价值比生命还要宝贵 你怎么就这样把它烧了呢 那个人很冷静的看了他一眼 很不明白的 像是跟他说 你这些木头有什么价值 我看不出这些废木头 比一条生命还要宝贵 要不是烧了它 帮你取暖 你想你现在还有命吗 人往往将物质看得过重 这就是很多人要钱 不要命的去工作 人类往往过分的去追求 人类往往过分的去追求 你最宝贵的生命 你都要去拿去换来那些 带不走的物质 最后你是一场空了 在中国浙江有一个大老板 搞房产的 身价也是上百个亿 最后他只有四十岁 刚刚出头一点走了 他在上海的瑞金医院死的之前 浑身掉的掉瓶 他跟医生说 医生啊 为什么是我生癌症 为什么是我呀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他的太太也在边上哭 最后他走了 留下了几十亿的财产 最后他的太太 带着这么多的财产 嫁给了他的一个司机 这个司机在外面还要开玩笑的说 过去啊 我以为我帮老板打工啊 没想到老板忙了一辈子 是帮我在打工啊 所以人要看穿 人要想明白 为什么佛经上告诉我们的人生说 一切即空啊 什么都是空的 四有四无的生活 让我们今天拥有明天失去 这就是色即是空啊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要拥有的东西 现在还有吗 台长说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因为人的意识 是受到想象后 行入你的意识当中的 这就是新经当中讲的 受想行事 所以想正业 想救度众生 你就要对物质看得淡一点 把孩子也放下一点 很多人说 没有孩子 我的命都没有了 等到大了 这些孩子并不孝顺你 那个时候他又说了 这些孩子再不离开我 把我去死了 我的命也要没了 既然知道孩子是来要你的命 那就是讨在鬼 好好的随缘吧 尽自己的责任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 能够随缘 希望他学博 所以今天来的人 把自己孩子能够带过来 以后孩子会孝顺你 如果你不让他学博法 不让他学仁义理智性 他以后一定会把老爸老妈抛弃的 所以学博人要随缘放下 你才能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啊 台长每一天在澳大利亚广播里给别人回答问题 有一次在节目当中 台长看出一位女同修身上有很多小灵性 听众承认自己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活的灵性 台长还明确指出 当时他怀孕的时候 他吃一天一条鱼 他认确认并忏悔 台长还说他眼睛不好 视力模糊掉头发 妇科肠胃腰不好 婚姻不好 说他不修蝙蝠像个男人 所以他的先生不喜欢他 他都一一承认了 我给你们听一下就是最近的录音 谢谢播放 喂 您好 卢台长 你好 我是1984年的鼠 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图层 上面有没有灵性 有 过去吃了活的东西很多 对对对 就是孩子怀孕的时候 我告诉你 几乎每天吃一条鱼啊 对对 而且你的眼 而且你的眼睛现在不好 对对对 嗯 有的时候我看电脑 看东西时间长了就酸了 不是酸的问题的 有点模糊 听不懂啊 对对对模糊的 是的 胃光 而且掉头发 对 你这是妇科非常不好 妇科 以前我妇科挺不好的 就是 现在吃剥以后 这么多年来已经好多了 这还不懂啊 是 以前历价来的时候 就是很疼 难受 对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记住 你现在肠胃还是不好 腰还是不好 肠胃不是很好 以前 以前特别厉害 后来学佛以后好多了 对 然后我 这边我自己的婚姻啊 一直都是挺坎坷的 对 现在的话 你这个人不修蝙蝠 像个男人一样 他不大喜欢 对对 他是这个想法 啊 好了 他会在心里 对对 他会心里跟你 拿你跟人家女人比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台长 大会儿会给你们看 包括 家里过世的王人 走掉了 我都能看得到他在哪里了 所以待会儿 先跟你们 谈谈 然后 再跟你们讲 看图层 很灵的 啊 台长告诉大家 人的一生痛苦 是自己找来的 例如对孩子过分的宠爱 孩子大了 反而会对父母不孝顺 对自己过分的严格和追求 会让自己成忧郁症的 你们想想看 现在有多少人成忧郁症啊 我们不让自己痛苦 就先不要让别人痛苦 让别人痛苦的人 自己一定会痛苦 所以 会受到果报 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 悟性拥有智慧 慈悲 进入佛门 所以 因为我们拥有的是佛性 用佛性来生活 我们用慈悲来化解人生一切烦恼 有时候看看自己的老公 就是在家里发一点脾气 也原谅他 因为他在单位里受到很多的气 有压力 你回到家就让他不开心就算了 他已经很难过 回到家里 太太像开机关枪一样 在边上不停的呱呱呱呱呱呱呱 骂他 这个男的会受不了的 再反过来 女人很可怜 他嫁给你了 他帮你这个家吃了很多的苦 帮你生孩子 还要去上班 还要去领孩子 还要做家务 他一生 他就交给你了 你没有给他带来很多的荣华富贵 天天回家还要骂他 还要讲他 那你们男人也要慈悲慈悲啊 所以希望大家相互了解 这个家才能维持 台长告诉你们 能够维持的人 全部都是有修养的 因为不要去看到别人的缺点 要看见别人的优点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一个教授去上课 黑板上他拿一张白纸 用一支笔在上面点一下 叫一个大学生Peter 你站起来 你看看我刚刚在白纸上有什么吗 他在很远的地方 教授我看见你点了一个黑点 接下来这个教授问 同学们 你们都看见这张白纸上有什么 所有的同学都说 我们看见了一个黑点 这个教授说 人的毛病就是经常看见别人的缺点 而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想一想 一张白纸像一个人的心一样 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善良好的优点呢 还就看着他这么一点点的毛病 揪住他不放呢 家庭也是这样 做人也是这样 我们要看见别人的优点 忘记别人的缺点 你才会变得完美无缺的人生啊 所以 其实人间的失败 就像一个小孩跌倒一样 跌倒了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 就不是失败 摔倒了爬不起来 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学会控制自己的心 不要发疯抓狂 因为我们懂得很多的事情 都是前世的因果呀 今天 为什么他嫁给你 为什么这个孩子 投胎在你的家里 全部都是有因果的 你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 你会吃惊 就犹如我们自己造业不知道 台长经常打个比方 在我们用信用卡的时候 在用credit卡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在花钱啊 一旦账单来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惊讶 啊 我用了这么多钱啊 就像人一样 你每天做点坏事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 所以你的业障爆发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啊 我原来这么坏啊 当然啦 今天来的人 台长说 都没那么坏 因为你们都来学博的 所以你们基本上 都属于好的 台长每次红法 都喜欢讲一个笑话 我接下来这个笑话说 有一个男人结婚之后 妻子呢 整天的和他吵架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 结果呢 他经常到他的岳母啊 就是丈母娘那里 去诉说苦恼 在马来西亚叫什么 也叫丈母娘吗 也叫是吧 他去诉说苦恼 他跟丈母娘说 你女儿怎么坏啊 他怎么欺负我啦 这个丈母娘呢 经常听了就说 哦哦哦哦哦 敷衍他 有一天呢 这个岳母情绪不大好 丈母娘正好不开心了 她又去讲 她女儿怎么不好 这个岳母就说 哎 这么点小事 你成天往我家里跑 难道出售的产品 厂家还要负责一辈子吗 结果这个女婿啊 还非常委屈的说 大母娘 那也得做一点售后服务吧 一个人自己解决不了的烦恼 想靠别人就是智慧缺少 自己的事别人能解决吗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上讲 解灵还去系灵人 今天你得罪了老婆了 你就得去跟老婆说对不起 今天你用心的良知良能去解决一切烦恼 你就是拥有了菩提智慧 那些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学佛改变自己的人 他们已经拥有了信心 只有坚持一定能改变 而那些不相信自己能做得成的人 他们最多也能做成自己相信的这个程度 我相信我只能做到这里 他不会去努力去超越自己的想象 所以一个生癌症的病人 他学佛后天天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他发生奇迹 他的信心产生了一种动力 他居然修复了他的细胞源 他成功了 而另外一个生皮肤癌的人 他整天的担心这个癌症会不会扩散 他求佛之后也担心菩萨会不会救他 真的癌细胞扩散的很快 就是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怨力 你就没有动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不好习惯 坚决的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变得善良 你有这个动力 你很快的会得到所有人对你的爱戴 有一个木匠做的一手的好的门 他是专门做门的木匠 他给自己家里也做了一扇门 他认为这扇门非常的用料扎实 做工精良一定会经久耐用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门的钉子掉下来了 过一会儿呢又掉下了一块板 这个木匠就找个钉子钉进去 掉下了板 他又把板钉上去 表面上看起来完好如初 木匠呢就又找出一块板 因为又有一块板掉下来了 后来门栓又坏掉了 木匠又换了一个筛子 在几年之后 这扇门经过无数次的破损 虽然经过木匠 无数次的修复 兼顾耐用 这个木匠说 我很自豪 还好我有这门手艺 所以我们家的门到现在坏了 还能再用 突然有一天 邻居跟他讲了 你是木匠 你看看你这扇门 木匠仔细一看 才发现 邻居家的一扇扇门 各个都是新颖漂亮 直地优良 而自己的这扇门 又老又破 满是斧钉了 木匠这时候才明白 使自己的这门手艺 阻碍了自己家的这个门的巴掌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学博人 虽然经常在学博 有时候不停地换着法门 但是还要需要你们换一种思维 有时候我们的智慧也犹如一扇门一样 我们会把自己关死 关在里面 我们认为这扇门可以让我们受益一辈子 但在末法时期 我们学博的基础不变 但方法必须随着外境而改变 我告诉你们 比尔盖茨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永远拿着望远镜在看这个世界 他在十几年前 他就说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电脑 他成功了 所以能够看得远的人 你就受到受益 在末法时期 我们要提升学博的方法 我们要拥有学博的基础 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法门 这样我们才能破自己这扇旧门 看到外面美丽的极乐世界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在不断的收树取的欲望当中 在活着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一种满足 台长要你们把自己的欲望点放得低一点 容易满足啊 今天我只要吃这顿饭我就够了 今天我只要有这点钱我就满足了 你就永远会快乐 很多人不停的不满足 就是他的欲望不停的诉求 但他等到达不到这个欲望的时候 他就会忘记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因为他要不停的去追求 所以一个人的名和利都不是真实的 台长在很多法会上都讲 过去你们知道很多有名的人 现在有几个人记住他们 张学良当年他这个西安事变这么有名 结果呢小朋友考历史的时候 就老师给他出门题目说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明明是张学良对不对啊 你知道小朋友写什么 张学友 所以一个人过世了过去了就叫没了 过了就是过去了 以后就没有了 当年我经常讲这个 那个有一个凯撒大帝 他征服了欧洲和亚洲还有非洲 他当时的权力之大 当年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 最后要死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下属讲 我要是死了 你们就把我两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 结果他的师从就说 大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我要让全世界 自以为自己能够征服大帝 和我一样 觉得自己很有名的人 看一看 我凯撒大帝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 很多人 很多人一生未名未立 一点点的好事情 马上开心的要死 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 又伤心的要死 台长 这里再给你们说一个小笑话 有一天 有三个人死了 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就问了 这三个死人怎么都笑着呢 他们怎么笑着这个样子笑着死的 都怎么回事啊 这个护士就说了 第一个是因为中了五百万的六合彩 激动而死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娶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 乐极生悲而死 这也是笑着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是在农村的啦 有一天她在下雨 去摘她的家里的又大又红的 种的苹果 她就这么死了 这个医生说 摘苹果怎么会死的啦 你知道 为什么她会含笑而死呢 忽悉说 突然之间她爬在树上 在摘苹果的时候 打了一个闪电 她以为有人在给她拍照片呢 要明了 所以人不就是活在名利当中吗 所以我们人活在暂时的拥有当中 又以为自己很快乐 从来不想想人生苦短 想一想我们到人间来的时候 我们带来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连名字都没有啊 但是我们走的时候 恨不得把家带走 把妻子车子房子 什么都带走 你带得走吗 走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啊 所以想一想啊 澳洲的一场山火 让一家拥有半座山的灵场富翁啊 瞬间将一生的心血全部烧光了 所以人生无常啊 让你会失去一切 当人在失去的时候会很心痛 你就没有想过你要得到啊 所以想不长受失去的痛苦 就不要去为了一些得到而活着 记住台长一句话 得到越多失去越多 欲望越少痛苦越少 我今天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不求不贪 你保证平平安安 台长在做节目当中啊 经常有很多的听众有打定电话 反馈 有一个听众说 台长给他梦中加持 他醒后的活动自如 手本来都抬不起来 脖子都不能动了 台长在梦中拍了他几下 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您去新加坡法会之前对不对 我突然之间睡醒之后嘛 我的后半腰就不能动了 也不知道怎么跑的 就不能动了 那手也抬不起来 然后呢脖子也扭不掉 然后呢那天晚 那天师傅星期六去放声 就是说新加坡法会放声 我妈就铁房说 哎呦好点了吗 我说还不行 我上床睡会儿觉吧 我再睡会儿吧 我就上床就睡觉了 然后就梦见师傅了 然后呢师傅在一个地方 正在休息 然后我就过去跟师傅说 师傅差不多了 我们该去放声了 师傅 然后您特别慈悲看着我笑 好出发出发 然后呢拍了我两下肩膀我就醒了 等我起来之后吧 哎呦我动好了 我的那个两只手可以三百六十度的转 我脖子也能可以上下肩膀的转 然后我妈说特别神奇师傅 啊给你加持了呀 是师傅感恩师傅 真的是特别感恩师傅 然后呢醒了之后 马上就能动了 啊拍你两下吧 梦中帮你治病了呀 这还不懂啊 懂师傅感恩师傅 啊谢谢谢谢 谢谢 古时候有一个名医叫扁鹊 大家都知道 魏文王是一个皇帝 他问名医扁鹊说 扁鹊 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金鱼医术的 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说 秉皇上掌胸最好 中胸四肢我最差 魏文王说 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说掌胸治病 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 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去除病痛 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遍 国内 中胸治病是治病于病情的出发期 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 所以他的名气也就在乡里和乡村里面知道 而我治病于病情严重的时候 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 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做熬药等大手术 所以以为我的医数是最高的 名气因此想变全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人碰到问题 总是想到结果 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今天会倒霉 为什么我今天会成功 所以治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能去跟台长经常给大家看 我看到你今天身上有毛病了 我早一点讲给你听 你就能治愈 就是在上两个星期 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 他让台长看 台长告诉他说 你很快要中风了 结果他去医院里去查 果然脑血管有两三根已经堵塞了 医生说很快 所以治病要治初期 帮别人要开始的时候帮 人家会感恩你的 所以要懂得 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 你才去做 那你一定会后悔的 台长希望大家 学博人要懂得在阴上着果 也就是说今天你回到家里 太太不开心了 你要找到果 为什么 现在的人就是不管因而 只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怎么样来弥补 其实真正学博的人 要种善因得善果 看看你的今世 你就能知道你的前世 想想你想来世好不好 你就重视你的今世 所以一个人修行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要好 从现在做起不要再等 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 你从现在就开始做好人 你很快的就会成为一个善人 如果你说我要以后才成为好人 那你的以后还是一个恶人 因缘是一种平衡啊 因缘又是一种取舍啊 很多人的婚姻为什么会不好 就是因缘不懂啊 实际上你太太嫁给你就是这个缘分 实际上孩子到你的家里 他就是来讨债的 所以为什么儿子讨债的多 女儿呢还债的多呢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因为儿子 是因为爸爸妈妈上辈子见他们的 他们有理由来讨债 女儿一般的温柔都是来还债 所以女儿结了婚都喜欢把东西往娘家门里拿 所以人家说女儿是羊毛衫 那个儿子是这个外套叫什么 两个用衫叫这个外套 这个儿子外套一脱就没事了 这个女儿是贴亲啊 所以女人不能欺负他们 其实女人为什么在国际地位上都是照顾那些妇女儿童呢 为什么在我们在澳大利亚都是lady first 所以跟女人争的人呢 这些人呢都要好好地改变一下自己 学博首先要尊重我们的佛友 女佛友男佛友还有孩子 这样会越来越修得好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一个想不通就会做出很多的无聊的事情 一个女孩子在公园里哭啊哭的哭得很伤心啊 有一个人上前去就问她了说 小姐啊你为什么要哭啊 哭了这么伤心啊 这个女子说男朋友离开了我了 我根本对她这么好她既然把我甩了我真的不想活了 没想到那个人哈哈大笑 你真笨还要骂她你真笨 这个女子被她一骂火气大了 说我已经很伤心了你为什么还要骂我呢 骂我这么笨 这个人说了哎 其实啊你根本不懂道理 你用不着难过 真正的难过应该是你的这个男朋友 为什么你失去的是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 而她失去的是一个深爱着她的人 实际上是应该她难过呀 对不对啊 命运会改变 我们人看不见的 问题的实质是坏事能变成好事 我们修心人吃点苦那是好事情啊 你们记住了不吃苦哪来的甜呢 有多少人学佛不就是因为碰到了艰难挫折 他才开始学佛吗 所以我们很多人吃了苦了才找到了菩萨 烦恼多了才想起了学佛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把人间的感情金钱和物质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这些都会逝去的 一切都不属于你的 所以你只是暂时的拥有它 所以学佛人台长希望你们心中要有学佛的大目标 人间吃苦也敢挑 心中没有菩萨道 一颗小草压弯了腰 我们学佛首先要学正果 就是要守见 今天不该做的不要去做 今天不该看的不要去看 今天不是我的不要去拿 这才是学佛人 在美国有一个洛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是个俄罗斯艺人 他没有读过大学 但是他得到了洛贝尔文学奖 有一次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了 请问你读过什么大学你能拿到这么好的奖 他说我没有读过大学 我只是读过诸中和高中 很多人很奇怪 那你哪个学校对你的印象最深呢 这个洛贝尔文学奖的人就说了 我最深的是我的幼儿园和我的托儿所 因为我在那里学到了现在学不到的东西 我从小学到了十道东西要还给别人 有好事情要跟别人分一半 破坏公物要还 有什么事情要对别人先好 然后才想到自己 而我们人恰恰是现在小的时候都懂得这些人们理智性 而我们长大了却忘记了这些东西 就知道自己很自私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要反根回源 就是要反本回源 要找到你的最初的初始心 学博人要有目标 要守戒 不该我做的坚决不做 这个事情不该我拿的 我坚决不拿 你才能修成正国 台长呢 准备了很多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还要留出很多时间呢 给你们看图腾的 看图腾很精彩 保证你们很开心 很开心的 很多人来呢 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听我前面讲的 他们想来抽 号码叫台长来看图腾的 早就厚在那里 台长呢 在结束今天的演讲之前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台长这个人 很愿意跟大家交朋友 很多人啊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成什么事情 就相信别人 别人错的 他也相信 这个笑话说 有一个男人出了车祸 被送到医院里去抢救 他妻子呢 站在他的床边问医生说 医生啊 我的先生是不是伤得很厉害啊 这个医生说 恐怕他已经死了 受伤的男人一听 我还没死啊 马上就硬着头皮头动了一下 说我没死 我还活着 这时候妻子马上制止他说 安静点 医生比你懂得多 死了就死了 你还装活着干什么 这个道理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相信别人的猜疑 嫉妒心 全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和真实的事物 每天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 被别人控制着 有的人说 你可以中六合彩 他一听算命的说 哎呀你最近有运气 有财运可以中六合彩了 排队去买六合彩了 接下来呢 又中不了 还跑过来问台长 台长念什么经可以顺利啊 那我当然告诉他了 你想什么都顺利 念一个叫准提神咒的 结果我不知道他去买了六合彩 刮的时候嘴巴里在念经 想一想 你发财有命的 你有的人没有财运 你再怎么刮也刮不到财运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 很多人每天买六合彩付出很多钱 刚认识的女朋友跟你说 我以后会对你好 会照顾你的 哎呀我一定爱你一辈子 他却相信 但是他不相信家里的老婆 已经伺候了你几十年了 所以学国人要懂啊 面对现实 活在当下去解决他 那才叫智慧人生啊 我准备的太多太多了 因为呢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讲的太多 我以后呢再会找时间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们罗佛州人很热情 太热情了 为什么热情热得了 脸上都流这么多汗 下一次我要找一个剧场 空调稍微好一点的 今天空调不是太好 很怠慢你们了 你们辛苦了 学佛要学会人辱精进 以后一定要学会忍耐 一定要学会要克制自己 昨天晚上我还在说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不会怕麻烦 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可以念经的 过去等一点事情 等的烦的不得了 现在我们不烦了 我们等一个小时车不来 火车不来 或者飞机晚点 我们几张小房子就念好了 多好啊 好好念经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再一次感恩所有今天来参加法会的 我们的嘉宾们 我们的佛友们 还有法师们 也感谢大家 今天热是热了一点 但是台长告诉你们 我很开心 很发喜 因为你们的热情 让台长以后 还会再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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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좋아하는佛友们 祝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对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